就是因為颱風可能要來了 所以積壓停呢 從本來最快是明天改到的禮拜五 輕度颱風譚美朝東北轉北來行進 氣象局最快在明天上午 可能就要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明天傍晚或者是晚上 就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那麼譚美颱風估計 禮拜三禮拜四影響台灣最劇烈 水中 東半部好天氣 艷陽高照 民眾聚集海洋公園 邊玩水邊跟海獅來個 齊民互動好開心啊 不過小心今年第十二號颱風 譚美已經慢慢接近台灣 逐漸開始轉向偏北的方向 之後會逐漸轉向在西北西的方向 朝台灣附近移動 氣象局依照目前的狀況來研判的話 它未來可能會比較明顯的 在明天後天之後 可能會比較明顯朝向台灣方向移動 目前譚美正在台灣的東南海域 19號會開始轉彎 下午往東移再向北轉之後 往西行朝台灣方向行進 速度會逐漸加快 在周三晚間八點中心最接近台灣北部 預計周二就會發布海上跟陸上颱風警報 在東邊和北邊這些區域會開始 會有一些比較明顯的下雨現象 之後的話 在西南部可能也要注意它 一進來的影響 導致在西南部地區 以後可能有比較明顯的降雨 彈美的威力不容小區實在有夠巧 2001年也有一個彈美颱風 當年在高屏地區造成七一水災 800多棟的大樓地下是進水 可說是高雄歷年來最嚴重的水患 這次彈美的動向恐怕還在變化 會不會直步台灣氣象局還不能確定 它雖然還會再稍微增強一點 不過強度上可能會在清台的上線 或者中台的下線這邊 現在預計周三周四兩天 北部和東半部都會受到嚴重影響 所信氣象局表示 目前彈美從清台轉中台的機率較小 不過也可能伴隨西南氣流影響西半部 因此全台都要嚴防好大雨 中天新聞林東銘故障台北報導